第1集的精选港股是中国电力2380 2月底发布的原始煤炭市场价格机制的通知 为多个主要市场定落中长期交易煤价的合理区间 都明显比起现时价格为低 反映中央加大了压抑煤价的力度 随信预测在目前的煤价之下 火电已经恢复到盈亏平衡的边缘 而后逐每吨煤价在下降50元 不单止每千雅时的发电利润可以提升一线 淨利润率和股本回报率也可以分别提升3-4个百分点 意味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中金看好2022年政策调控之下 煤价回归合理水平 和火电交易价格弹性提高之下 电加上浮空间 理好中国电力价格 电业绩见底回升 同时公司低碳转型目标明确 预计14-5期间 公司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可能超出指引 看好2022年公司新能源转型带来业绩兑现 回报增长和稳健性有望提升 中金维持中国电力跑赢行业的评级 并且上条目标价2成4去到4.97 对应2022年16.5倍市盈率 中国电力2月25日大升1成2破下降轨之后 上个星期仍然亦市升4% 可以留意2月11日前顶4.37 后市首昏可以吸纳 上网4.8 失手4.08先走自洩 而第二只的精选港股是建签银行939 建行去年头三季度收入内年增速是9.3% 呈现逐季度加速增长细头 头三季正利润增速12.8% 较中期业绩时候的11.4%进一步加速 资本充足率亦云中有升 在大型银行之中建行各项的经营指标表现较好 同时近年建行持续加大科技投入 竞争力不断增强 能够维持相对较高价股本回报水平 按彭博综合献商预测建行2021年预测每股盈利1.15 对应PE大约4.1倍 2022到2023年每股盈利增加去到分别1.24和1.34 相应预测PE降至3.8和3.5倍 2021到2023年预测市股息率分别是7.5厘 8.1厘和8.6厘 建行现在处于去年12月底隐身的上升轨支持附近 可以自己收集的目标先看上市高位大约6.2 跌穿年初低位大约5.4就止蝕 美股方面跟大家跟进Sofar上星期公布的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不过大升之后下跌不妨先摆入观察名单 Sofar在去年第四季收入是2.86亿美元 看年升6.7高过预期 每股盈利都略好过预期 在美国会提供一站式全面金融产品 由贷款、存钱、支出、投资和保障等范畴都有 定位是帮助用户实现财务自由目标 财务自由在近10年美国兴起 尤其花一提早退休、理念大受欢迎 作为新兴科金融科技股 会员用户增长是一大关键指标 Sofar在第四季增加52.3万会员 较第三季上升3.9% 截至2021年底 拥有会员数目346万 岸年升8.7% 在Sofar体育馆举行国家美式足球联盟赛事 成功增加了品牌 认知到并且透过一系列用户推荐计划有助上客 不过要留意岸年增速见到房门 2021年第二季和第三季 会员数目岸年升1.1倍和9.6% 为了优化资金成本 Sofar透过收购高真Persific 去获得银行牌照 而在业务上加入更多元素 像去年加入交易加密费和零售IQO功能 而在科技平台方面 Sofar也刚刚完成了对Technisis的价值11亿美元收购 这间公司为金融科技和银行等提供以云端为基础的核心处理技术公司 收购Technisis预期可以在2025年之前 带来5亿美元到8亿美元额内收入 在2023年到2025年可以截散7500美元到8500万美元的成本 而用股权收购可以为Sofar带来长远的价值 不过短期贪薄效应就是令投资者却捕的原因之一 因此可以先把Sofar放入监察名单 收购期 avecATSofar 收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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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